为期四天三夜的2018两岸小天使交流活动 今天来到了最后一天 上海和台湾的小天使们一早就来到台北市政府参观探索馆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前来与小天使们合影圆面 刚看到市长柯伯伯的心情如何 开心兴奋 感觉很伟大 见到那么然后市长级别的人 自己很感谢台湾 让我们体验到这样一个这样一次活动 同样也感谢东色文化和慈善基金会 结束台北市政府的行程后 上海小天使来到桃园国际机场 准备搭上返回上海的班机 即将分离的时刻 上海和台湾的小天使们互相拥抱满事不舍 不舍 回忆就很美好 要回家了心情是什么 心情还有一点舍不得吧 还没玩够呢 还想去哪里玩吗 还想去看看101大厦 今天只拍了一张照片 那下次还要不要来台湾呢 要等 我想之前的两岸双城论坛 为台北和上海两个城市呢 打下了基础建立一个友好的关系 那么这一次呢 更是一个升华 藉由他们之间的相互的了解 对于两岸之间的和平发展 我相信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对于我们来说 特别是43位小朋友 包括跟随我们到现在 还有11位 木杂国小的小朋友 还有两位老师 实际上我们感受到 双方孩子之间的一个交流 我们是把美好的祝福留在这里 把我们的无限的回忆 带回上海 透过这次的交流活动 让小天使们体验台湾在地文化 也让两岸的情感交流 变得更加紧密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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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林慧谢婷婷采访报道 在哪里买的 这是在那个动物园买的 我准备送给我弟弟 小圆子 因为它很圆 为什么会买的 因为我觉得它很可爱 对不起